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好 只持到半个小时 灰色大音 影色围巾 就是他 没错 你好 你就是那个什么 护理 对对对 赶紧走吧 说好的呀 冒充我男朋友回家过年 包持包住 租金五千 夜夕 还要忘带走多久啊 三五四十五十九八十七 还有六个小时吧 你看你这门也不知道戴着后衣服 大姐 你也没告诉我你家在乡普斯 都快到威禄斯了 这脾气都要过河了 你也不知道醒一下 来 学我哈 夜夕 表姐 天啊 这女人怎么跟我前女人长得这么像 简直是一个人 夜夕 今年这除夕家业 你不会还是没人要 一个人来的吧 说谁没人要呢 我有男朋友在这呢 我怎么可能没见过女人呢 我说夜夕啊 你就是再也没人要 你也不能找一二傻子吧 谁是二傻子 我男朋友 可是世界 五百强 那个什么公司的总经理 这么重要的人设 细节怎么给忘编了 哎呀 行了 这穷人呢 他再怎么装 也装不出富贵人的样子 我男朋友 大名鼎鼎的 故事集团分公司经理 年薪上百万 路边那辆最新款的路虎 就是他提的 还有我这身上的衣服啊 包包啊 鞋子 算了 你一个穷人 跟你说了吧 你也不认识 低调 低调 这辆车 是我车库里最便宜的样子 不过 再便宜的车 也不是为穷人能买得起的 分公司经理 我堂堂极董总裁 竟然不认识 不过也难怪 我也很少露面 那些无关紧要的 小分公司经理 不认识 也正常 哎 你干嘛去 听你们纯牛皮疯太大 我去避避风 小贝 你怎么在这儿 过年不回家 不走 我家就睡 东北去嘎嘣嘣的 我就睡 土生土长的 东北人啊 你的东北话说得太棒了 以后顾立要问你 你就这么回答 我飞机晚点了 看不到我未来的孙媳妇了 顾立那个怯脾气 他肯定不会和我讲 你这个总裁的助理 就要替我 密密地完除这个任务 千万不要告诉顾立 布伯 您放心 包在我身上 你确定你是东北的 是呀 是呀 我家族族未备 都生活在东北这嘎嘎的 交代一个事 我去办一下 那边有一个集团分公司的经理 嘴太行 太招摇了 你就以集团总裁 助理的身份 你帮他一下 再让他跟我女朋友道个歉 你怎么不亲自去 我是用伪装的身份 跟我女朋友交流的 我怕说出来下的 什么身份 世界无外强的一个小经理 哎 回来 你这衣服不错 回来给我穿 快点 那我穿什么 东北人不怕冷的呀 停一下 你起开 你个臭腰犯的 我这么贵的车 你要是碰坏了 你收皮挖肌也赔不起 这哥们是不是 给你那表妹男朋友 一个分约出来的 这穿你打扮 哎呦 贝特助 贝特助 您这是 我是故事集团总裁助理 贝兴明 你是星辰封公司经理 董志奥吧 是我 我是董志奥 公司有规定 中层以上购买 天制车辆需要报备 你这辆车 有手续吗 对不起 贝特助 我马上继续换手续 哎 还有 有人反映你经常 董志奥的公司职位 在外张扬 有损公司的形象 刚刚在停车场 就有一起 是不是 是是是 马上去道歉 好 马上去道歉 哎 等等 您还有什么 你这个衣服 拖来给我 所以此次要惩罚 叶希 对不起 我不该说你和你男友 千错万错 都是我的错 我 我该打过 你放过我吧 我上游八十岁老母 下游后 母会满月的孩子 你着了我吧 我这不是在做梦吧 什么情况 哎呀 还是穿着大衣暖和 至少不会冻得像个二傻子 行了 我也不用你们道歉 咱们各走各的路 谁也别瞧不起谁 天这么冷 你们也赶紧上车吧 早点回家吃饭 走 我发现 你看我表姐的眼神 可不太对劲 不是啊 是你表姐 长了她像我前女友 那你前女友 肯定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等 什么意思 老的 这个呀 就是我常跟您提的董之药 故事集团的分公司经理 明星数百万 这明下呀 光是别墅就有好几套 门口那一辆最新款的路虎呀 就是他提的 这么年轻就有这么大的成就啊 那个前头无量啊 月薛呀 你男朋友呢 不会是个穷鬼屌丝 你不是什么吧 奶奶 我男朋友 顾离 离婚的那个离吧 是你离我远远的那个离呀 奶奶 我男朋友 是世界五百强 什么集团的总经理 什么集团来着 金城集团 金城集团 奶奶 我觉得我是哪个集团的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玩夜期就足够了 对对对 只要能对我孙女好啊 我这个老太婆就知足了 姥姥 还是看看之药给您带的礼物吧 好好好 只要啊 听说您腿脚最近不太好 特意托人从国外带回来的高级营养品 只要这个人呢 能力强 人脉多 路子也广 像这种高级货呀 可不是谁都买得到的 即便买到的 估计也就是假的 没买 你在哪儿买的 没买 从我家库房里拿的 库房 不会是小商品库房吧 你知道这个东西有多金贵吗 这个里面呢 精选了上百种高价值的药材 现在购买呀 都需要实名制 在国外呀 都是给什么总理呀 总统啊 人家那种上流人吃的 瞧瞧了吗 方位标识 就是为了防止某些穷鬼 滥语充数 冒充上流人 好了 当过年代 给求人留点面子 他们的面子 不就是让我猜的 这药 不是说错 广州原厂 我很理解的 时间来不及了 我才买的 哎呀 买啥买呀 都是一家人 是不是 回头让故离呀 给你们从仓库里面 拿两箱 没想到我 这种大陆货色 用人揍却 没事没事呀 什么真的假的呀 只要你们的孝心送到了 那就都是真的了 是我的东西 你知道吗 不能随便乱动 别的东西 他是个孩子呢 我就是把他关屋里了 我又没打他 他是个孩子呢 好什么好 有这么麻自己的子女的吗 他是孩子 年纪还小 你们年纪可不小了 也不知道拦着点 知道这口红有多贵吗 能有多贵 二十块钱够不够 我给你 瞧你这小七样 二百块钱 能买这么好的东西呢 这可是限量版 外面卖三千八呢 我这有发票 可网购记录哈 你不是要赔吗 赔呀 要是看不懂网购记录 就让我嫂子来看 哎 要不报警呢 让警察来作证 审人会放心一点 还是奶奶老磨神算 小伙子够机灵 我喜欢 你不知道我 从放了孩子家 是天天来闹头 你这野散 为人出汗 我还要留着我这身子骨 带我那成孙子呢 谁是顾黎呀 你就是顾黎呀 我还以为什么富家子弟呢 原来只是一个会做饭 会洗衣服的经济适用男嘛 你是 这是我的老同学大成 对 我俩是同学没错 但是同班不同命 我毕业以后 就继承了家族的企业 现在也是一个 商业领袖 哦 久样久样 你是不是前两年 在苏福福比拍卖行 被人算计 赔了两千多万那个江大成 这么大的事你都知道啊 我当时就在现场 你这业务挺广泛的嘛 哪都去啊 我们顾黎 是金城集团的总经理 海外业务也有很多 金城集团 我想起来了 我上大学在英国念 圣约翰大学的时候 参观过你们场区 像你这样在国内上学的 你听说过圣约翰大学吗 还真没听说过 我留学都是去哈佛 马省 伍林斯顿这种百年名校 像你这种野籍大学 我连考虑都不考虑 野籍大学 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知道东城江家吗 而我就是江家唯一的继承人 江大成 在这个地方 黑白两道都要给我面子 只要我咳嗽一下 东城都会抖三抖 你可以给我 我看看呗 你已经得罪我们江家了 信不信我弄死你 不过你现在道歉还来得及 对不起 这么快就怂了 对不起 能值几个钱啊 大成 你还想听什么 我还会说英文的对不起 对不起 大成 好不容易来的 吃个饭再走吧 吃什么啊 我今天来就想告诉你 好久没见了 同学们想你 大年初四 老时间 老地点 不见不散 接着到时候 把这个金石用男带过去 让大家都看看 哦 好 我们一定到场 哥们 我今天当着夜心面 不想跟你闹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 这里是东城 不是他们你们京城 我不管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你在这最好给我缩着 不要炸仓 黑白两道我都是 红爷是我的败把子大 哦 你说小红啊 脸上有块疤的那个 你认识人还挺多啊 不算太熟 跟他不熟也没关系 因为认识他的 都是有头有脸的人 我跟他老大林老七熟 是把兄弟 哥们你混哪条道的呀 以前当过保安 只是碰个脸 说阿姨 出事你一定来啊 什么弄死 大小你慢走啊 来来来来 走走走 吃点换来 奶奶 这是给爷爷准备的吗 是 也不是 妈 咱家还有别的人要来吗 吃饭之前呀 我当着大家伙的面 我要宣布一件事情 就算是我余下的人生 一个新的开始吧 我在网络直播送客的时候 认识了一位男朋友 准备结婚 妈 我不同意 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想个什么样子 妈 您这是争取我们的意见 还是自己已经做好决定了 奶奶 是您以前当乌德老师的同事 还是跳广场舞的那几个大爷 不会是骗子吧 现在的骗是五花八门的 有骗钱的 骗感情的 更多的是骗你买药的呀 告诉你们吧 他是一位眼见学识 都知道我仰慕的一位男子 每次看到他呀 我就想起你的爷爷 妈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就不能踏踏实实过日子嘛 爸 奶奶也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奶奶我支持你 姥姥 我也支持你 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看到他的样子了 虽然我还不是这个家的一份子 但是我也希望奶奶能晚年幸福 今天晚上他会来参加咱们的出席晚宴 过完年以后啊 我们就旅行结婚 奶奶 那他什么时候来啊 我仿佛已经感觉到他在来临了 妈 这就是你说的那个男朋友 贝特朱 你怎么来了 你是谁呀 我不认识他 对啊 请问你找谁啊 我出席夜 要求我女朋友的出席晚宴 结果飞机半点 我会按时到达 这样啊 小米 你先过去帮我解释一下 并做好经营工作 等我过去 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 尤其是顾礼 姥姥 这个是制药他们集团的总裁助理 贝特朱了 董椒先生因为一级突出 集团决定将这个消息 带给家里的每一位成员 所以我来宣布这个好消息 这饭都好了 大家就别坐着了 一起吃饭吧 别说 他跟爷爷年轻的时候 长得还真有点像 这一看还真有点像 你到底是谁呀 差点忘了 还有句诗美念 顾盼仪光彩 长孝气若来 长孝气若来 妈 他连你的网名都知道 你还不承认你 奶奶 你究竟在网上 都干了些什么呀 老头子呀 我可没做对不起你的事呀 有什么事 你就给我托个梦吧 你别吓我呀你 其实 让姥姥嫁给贝特朱 也不是什么坏事 冉若林 你脑子进屎了吧 叶希你不要生气嘛 先听你表姐把话说完 兴趣有道理呢 今天晚饭的时候 我们把贝特朱跟老婆 混醉 然后把他们往床上一放 这样啊 贝特朱就是跳进黄河也 洗不清 到时候啊 贝特朱还不得被我们牵着鼻子走 牺牲老了一个 幸福咱们一大家子 计划简直完美 瘦 出狗不如 计划是挺完美 可是有个问题啊 如果我把这个录音 交给贝特朱 或者是警方 但是计划不就破灭 到时候计划不光破灭 就连董志要这个经理的身份 可能都不报复 姓顾的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就是意思意思 意思意思是什么意思 人在做天在看 举头三尺有神明 得了吧叶希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 我房子比你大 车比你好钱也比你多 男朋友都比你的厉害 你真有本事啊 让你这个废物男友 拿出点他的长处 来给我们大家看看呢 好 顾黎 拿出你的长处 让他开开眼 我之前当保安的时候 练过长球 我长跑算不算 你怎么选了 你这么个耸泡 小贝是个好孩子 我们都误会他了 我等待的是一位老先生 过几天他随后就到 趁次凉车美景 咱们举杯 祝明年够美好 走 吃年年饭了 哎呀 脚子来了 快趁热吃 有警醒 我吃了钱了 我明天要交好运了 你来祝愿我的宝贝孙女 美梦成真 一会儿我给大家发红包 到点了 我去换点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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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急别急 还有 到了 这个可是进口烟花 我的富豪男朋友 花了大价钱 从国外带回来的 有些穷人 就算吃一辈子的硬币饺子 也买不起 哎 干嘛呀 会玩吗 这上面可都是英文 你一个三流带学的穷学生 看得懂吗 就把十万块钱烟花和别人 叶熙 叶熙 你要等十万块钱烟花 上去吧 叶熙 这是我送给你的新年礼物 全都由你支配 想让谁忘 就让谁忘 十万块 你疯了 送个烟花而已 何必出风头 只要为了你 什么风头都会想 今晚大家玩得开心 可劲儿账 算我的 我也想上床睡 想得美 别忘了你自己什么身份 不是说好的包住包住了吗 我也没让你碎大感应 那如果我有特殊贡献 可不可以上床睡 比如多领个烟花 上架给你 逗 成江 哪来的 小贝送呢 这么大方 他们有钱人 主打一个慈悲善良 烟花拿出来 长辈的烟花你 给我灯 这样分配是不是不太合理啊 这叫细水长流 你那点钱 每天就只勾 睡这么点床位 我警告你啊 你要是敢越过这条线 我立马从你做经理扣 让你分逼不胜 你这个情瘦不如的东西 我也不知道 我在边上睡得好好的 口甜 姑离 西西 起来吃饭了 姑离怎么没来呀 早晚没睡好啊 让他再多睡一会儿吧 老老你偏心 你怎么不问我睡的好不好 问个屁呀 昨天晚上你们山崩地裂的 有睡觉 你好孩子 什么鬼啊 这是我二姨奶 她打招呼 二姨奶好 这是我四姑父 四姑父好 这是我大舅妈 这是我小舅妈 这是我七舅老爷 这是我三姑父 三姑父 三姑父好呢 这是我们家第一百零八位亲戚 三舅老爷的连接四婶 你们家是都住在水国梁沙吗 各位厨厨阿姨 爷爷奶奶们 你们好 我叫顾黎 今年三十岁 身高一米八零 我的爱好是篮球 潜水 游泳 我目前就职于 进城集团分公司 担任经理一职 年薪三百万 家里有三套房 一套一百八十平的自己住 两套一百五十平的租住去了 我父母均在 婚后不跟儿女住在一起 都有退休金 家里有两辆车 一辆城市代步 一辆SUV 我爱好乌艺 穿 月 乳 最为擅长 本人对下一代的性别 没有要求 坚决主张生男生女 都一样的原则 各位叔叔阿姨 爷爷奶奶们 我的做介绍就结束了 如果你们还有任何的问题 我可以当场回答 这个谁当家呀 叶希 你又叫我谁干 往外衣服谁都洗 我 他们普通话不好 现在由我来开始替他们问你 如果以后他骂你怎么办 听着 打你怎么办 挺着 打人呢 不叫我 呃 这个 可以 我恍惚看到了爱情 怎么样老板 我这背诵小作文的水平 不错吧 可以 不错 不错 别大欢喜 我听说表现好会有奖的呢 本老板赏罚分明 按大清律力 卸上一百块大洋 卸赌龙恩 怎么样 想好怎么花没有啊 你有没有发现 你缺一间参加同学聚会的晚礼服啊 你想什么啊 一百块买礼服 疯了吧 我是时空穿越了吗 这怎么跟早饭一模一样 给你预告一下 你的晚饭还能再穿越一次吗 我们家过年每天都是吃的都是新鲜的 这 你们家在哪里 在电视剧里吗 当两天和 当两天男朋友还不知道自己什么生死 不就是一个干包安的吗 你们狂年年饭都没吃过 全国人民的过年都是在吃生菜当中度过的 要不我们明天出去吃吧 不去 要在家陪我爸妈 要挺好 吃 三二一 茄子 好 爸妈今天开心吗 开心开心 我们一九年都没这么放松过了 顾黎说他第一次来这 想要带你们逛一逛买点礼物 不用不用 你们挣钱也不容易的 市里的哪家商场档次高一点 你说的是高一丢丢 高一妹妹还是高一点点 最高 有情提示 我们可不是真男女朋友 同场作戏而已 买礼物的钱我可不配给你 嗯 你们是在这儿购物啊 还是只是在门口拍拍照留念呢 要知道了 你们这个商场啊也是消费不起的 就是看看拍个照 我们就走了 要不一起拍个照 妹妹 在这儿啊 不崇尚劳动之父 崇尚的是金钱之上 你们聊吧 我们进去了 表姐 我觉得劳动是最美丽 最光荣的事业 坐 这个二百五 怎么这么标呢 就不应该带他来 快跟上 年度最佳打脸大戏 还劳动最光荣呢 我看呢 他们连个棒棒糖 都买不起 大哥 你是真标呀 他稍微商户一下 你就赶进来买 不过你别害怕哈 我知道你也是为了给我们家长面子才这么做的 我一定给你撑住 你现在兜里有多少钱 我不知道啊 那是有还是没有啊 你平时逛街兜里揣多少钱 心里没点数吗 我平时都是助理哥们 我也不用出钱啊 你啥单位的保安呢 美国总统的保安也没有助理吧 行了 行了 我现在卡里大概有一千三 等会儿买东西 你就照着一千五左右的看 我再帮你砍砍价 砍到一千二三 应该就够了 这个好像看个便宜 老板 你好 美女 这个多少钱 原价4386 现在售卖价是两千186 这么便宜的羊毛山还在犹豫 不会是买不起吧 有黑色款吗 黑色的有 有绿色款吗 绿色有 有棕色款吗 有 有 有白色款吗 有 有鸵色款吗 有 有蓝色款吗 蓝色的不好意思 刚刚卖没了 我就是想要个蓝色 买三五件换着穿 既然没有 那就算了 咱们再逛逛 你看我怎么说呢 这帮穷鬼啊 肯定连根棒棒糖都不会买的 我们去珠宝店看看吧 夫人 店的皮肤简直太好了 包包是哪里买的呀 好符合您的气质啊 是我老公啊在国外给我定制的 他说呢只有这种高定的衣服啊包包啊配饰啊 怎能凸显我的品味 您老公真是太爱您了 真让人羡慕 什么味啊 你们店真是越做越没有文卡了 什么阿猫阿狗都放进来 你说什么呢 吵什么吵啊 这可是高端珠宝专柜 能有点上流人的气质 吵得我都没心情了 把这套拿出来我给看看 买得起吗 买不起就别看了 你们店什么态度 把经理叫出来 我要投诉你 你说这人生啊真是搞笑 我挑珠宝都要挑花眼了 而我的妹妹却只能在旁边挑一些打折货 算了 这个还有那边那几件 我都要了 呦原来老同学啊 找了个吊子男朋友后悔了吧 买珠宝都只能便宜的打折 有钱他买我乐意 我男朋友可是上市公司的董经理 钱多都花不完 还捶呢 你自己信吗 信你个鬼 信不信查一下就知道了 把刚才他要的项链拿出来 刷卡 是 是最高等级的 钻石黑卡 你怎么会有这种卡 这种卡 即便放在全国 你找不出时差 你哪来的这卡 跑用送的 是先生卡呗 他一个保安 怎么可能有这种等级的卡 唯一的可能 就是他坚守自盗 偷别人的卡 顾先生身上 有我们很多想不到的秘密啊 要说他有钱 打死我都不信 这个卡 是不是公司发的 拥有这级别卡的人 只为是在副总他一上 还有种可能就是 他借领导的 不下冲冲院子 过年了 我一个堂堂的上流夫人 居然要跟保安 在同一个门店购物 你们店是怎么做事的 老板 卡机坏了 看不到消息 还看不出来吗 你们都被他耍了 要是他真有钱的话 可以换一种支付方式 不行 那就刷脸吧 刷脸 打脸还差不多 没钱 咱们就走吧 下次再来 等等 你们店再给我换一台 pose机出来 我倒要看看 这个穷鬼的卡里 能有多少钱 两个月 我去 我老公的卡材 只有两百万 现在我可以给我女朋友 买礼物了吗 老爷 周强你好 我是这个商场的经理 请问这张卡是你的吗 是别人搜我的 这不是他的 他就是个小偷 这卡是他偷的 这位尊贵的女士 为什么说你是偷的呢 那你为什么只听他的呢 他就是个小偷 偷了别人的黑卡 为了谈女朋友来给自己冲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那你为什么不提我解释 就因为他穿的尊贵是吗 你还是去跟警察说 这张卡按照规定要没收 看好他 别让他跑了 经理 你这挺厉害 你白天是保安晚上当小偷 吹牛逼的时候 你就是公司总裁了 你这是复合型人才 一砖多能呗 真是人比人气死人 我的富豪老公 每天赚钱给我花 你的小偷老公 每天偷卡给你用 我说怎么这么多年 没找的对象 原来你只适合找小偷当老公 冉若林 你放肆 你怎么说你妹妹的 怎么 做出来这种事情 还不让人说了 生了这样的孩子 也不知道好好交交 你看看你都把你女儿 灌成什么样子了 既然买不了 那就不买了 他说的 这是照口令吗 不买了 那就赶紧滚 早就该滚了 古包子穷贵 我都没心情选珠宝了 即刻收购东城市 环球购物中心 立刻马上 哎呀呀呀呀 不光是个宝安 是个小偷 还是个演员呢 多有霸总风范 我们商场被故事集团收购了 给我干嘛呀 我接到电话通知 说是要把这个吊坠 给中暴装贵的叶希女士 我不是叶希 她是 误会误会 我还以为您这么中备的夫人士 经理大人 我现在能把这个拿出来看看吗 可以可以 您尽管看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您尽管说 谢谢 有什么了不起 二十亿 是要给死人的名币吧 这样才能够出去 千遍万化 估计啊 也就骗着照眼法 我唐唐一个护士集团经理 申请恶毒才两百万 他 经了两个亿 我看啊 他想当有钱人想磨正了 你们看他刚才说话那个样 收购环球公司 我天哪 说明的还挺像那么回事 我想了想我都觉得恶心 杨姐 我跟你说啊 你别生气 你看我后边怎么收着他 他不就喜欢那个项链吗 是不是啊 我就联合全市的珠宝店 我就不卖给他 就不卖给他 我急死他 这怎么让我 限期一个月 带上我专柜里边 所有的东西 离开环球中心 不对啊 这是我费了多大的劲 我才搬进来的 喂 你怎么回事呀 你平常搓天搓地 我也就不说你了 你又给我惹什么事 你知道吗 你把我每年 几十亿货款的客户 布什集团给我得罪了 什么 你到底惹了什么事 害得我这个供货商 也受了牵连 我告诉你 你赶紧给我滚 我已经叫人过去了 看看你 这不像花 你们怎么还没走啊 是没接到搬离通知 还是故意违抗 环球中心命令 我刚接到的信息 说是让我搬走 你得容我一容 让我收拾收拾 一个小时后 还没搬走的东西 我统统给你砸了 我这得罪谁了我 今天真是让我狠狠出了一口恶气 我就感觉过完年之后 我的运气越来越好了 一定是除夕吃到那个铜钱饺子 就是我的幸运物 铜钱铜钱福禄授权 招财尽宝 岁岁天安 故里 让您见笑了 这是我们家每年的传统保留节目 理解的 这是奶奶对我们最诚恳的祝福 快吃吃吃 有惊喜哦 爸 奶奶 我吃了甜了 我明天要交好运了 你虽然有点蠢 有点呆 但关键时刻 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用处的 我之前不是在故事集团 干过保安吗 保安保安 保护领导的人事安全 领导为了感激我 自然会给我一些好处的 嗯 那你下回还能不能有那种 浪费送送 雾宝的机会呢 你想要相恋 那还不好说 我带你去他们存放 租宝的库房 你看到哪个就选了 像什么 珍珠啊 玛瑙啊 只要你喜欢了 挑他个两三斤 我好像看见公园里 你奶奶跟一根老头在一起 啊 叶希啊 你到底有几个奶奶啊 不可能啊 我明明看到我奶奶了 走 跟我再找找 小贝 你的任务完成了 你 那我先走了 不管怎么说啊 出席夜 是我爽于在先 让你受委屈了 没什么委屈不委屈的 只要你人来了就好 给你找个时间啊 大家句一句 互相认识一下 不过目前还早点 我呢 先找个酒店住几天 你呢 以前不要和晚辈 讲这件事情 等我安顿好了以后 再聚聚也不迟嘛 行 听你安排 我就说吧 刚刚你肯定看错了 小贝啊 这是我写的情诗 嗯 哦 这是转交给我奶奶的 是啊 同时啊 我也想问问谢老师 我和那个新来的老头 到底选谁啊 什么新老头 我那边发现一家 特别好吃吃 是 我带你俩去吃 罗伊河飘飘 轻居随风海 顾盼银高采 长销气若兰 让你受累了 让你就懂啊 哎 哎 你妈怎么又回来了 西西 这是你的对象啊 是 大爷 这是我男朋友 他叫顾黎 糟糕 这下就要走俩 走俩是什么意思啊 西西一个啊 还有他奶奶一个 不是俩吗 他奶奶正在那边 谈对象呢 哎 可不要把我们 舞蹈老师勾搭走啊 你不知道 就别瞎歪歪了 这哪是跳舞的事 这是老王的终生大事啊 嗯 今天中午吃鱼啊 打个手来 又吃鱼 看见又是三道连 那玩意都是杂交的 不好吃 不好吃 每次也没看你小缩了 你个土鞭 住过五星级酒店吗 吃过米其里吗 喝过拉费吗 那一万块钱 一克的活托 你吃过吗 散泡玩意一天到晚 嘚喝嘚喝 唬了巴唧的 你妈表姐 你就东北话说的 比我都地道 改天教教我呗 省着人家说我忘本 你能不能变爸爸了 黎明啊 要不你和制药去厨房 帮帮你救妈 老了 我这双手成天拉扫 提琴弹钢琴呢 怎么能干那种粗活呢 制药就更不能了 人家是集团经理 那社会地位那么高 每天想的都是什么 商业布局 企业战略这些东西 粗活居然顾一办法 好好好 我听老了就干活啊 提琴弹啊 说你披露 然后过不了负贷日子 别怪我啊 哎呀 姥姥你看你 这要不生气了 哎姐 你这双拉小琴琴的手 有没有擦过屁股呀 你 粗笔 咋的 人还分三六九等了 你这话这意思 有钱人就不是人了呗 你跟你表姐的关系 一直都这么紧张吗 我小时候 姑姑死得早 我姑父 把我表姐扔回来 就再也没管过她 我们虽然都对她很好 但毕竟 寄人篱下嘛 难免养成这种 敏感啊 猜忌 不自信的性格 其实如果只是 这样的品训还好 可一旦心思 动了鞋面 走到歪路上 那这辈子 可就完了 哎 对了 这么大冷的天 你叫我出来干嘛 同学聚会不是快到了吗 我带你去买件礼服 用你上次给我的一百块钱 我没有搞错 大哥 在花圈店买纸糊的 也不值一百块 走了 其实我早就应该知道 他就是我要找的那位 故意隐藏身世的白马王子 你要去哪儿 哇 想问你呢 这是去哪儿啊 去人高地服装店了什么 你不是要买完 你服吗 那么贵 我咋买得起啊 我在这里买 我去老保护装 他们整个穿军带进来呢 就你一个 您那项链 真美啊 特别称您啊 是我老公都有买的 你真的太美了 想到这样的老公 是情侣军大衣 薄暖又透气 不是以绒服买不起 而是军大衣 更有性价比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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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 六大衣有什么了不起啊 我看呢 你们一人就差一顶绿帽子了 哎 说得还真是 要想日子过得去 从头往下一身绿 还真没错 呦 你不许服啊 哎 保安怎么了 一个月三千五的工资 不是跟叶熙这种 小职员的社会地位 他很相配吗 是不是啊 是啊 大家这样啊 晚上进行吃 进行喝 费用都是我的 还有我跟叶熙的动房钱 也是我付啊 哈哈哈哈 秦安顿好你那堆 被扫地出门的破手是吧 想懒瓷器活 你得有那金刚醉才是 小萝卜头 哎呦 我就喜欢你这酱菜味 真够酸的 味道拿捏得很准吃 来叶熙 尝尝这鱼 这可是我的富豪老公 为了让我参加同学会开心 特地从新西兰空运过来的 你们这种穷鬼 没吃过吧 来来快尝尝 好美味啊 不过我没什么胃口 最近经常坐私人飞机 往返家和渡家别墅 累死了 感觉皮肤都不好了呢 叶熙 你男朋友有私人飞机吗 他男朋友 打过肥皮 说到底啊 还是男人方便一些 只要拼命挣钱 不停地给自己的女人 买买买买买买 这事就算妥当了 你说现在这岁月啊 还有谁 能够让自己的老婆上班 我告诉你 这种男人 就是窝囊废 哎哎哎哎 这么喜欢都管闲事儿 那要是门口过个大份车 你是不是也要下去尝尝闲淡啊 我是为了你的幸福着想 你为我的幸福着想 那谁为表姐你的幸福着想 跟表姐夫要不要先去大城那儿 让大城手把手的交汇 你放屁 那么大年纪了 不在家养老还出来丢人现眼 他还去你医生叫你一声宝爷 叹不起你 不还是三十年前 跟我爷看大门 还偷你家东西的保安吗 那我倒看看 顾永诚的宝贝孙子 这么多年有什么胆进 给我打 哎呀 老子废了你 哎呀 哎呀 喂 哎 喂 老爷不回家 哎哎哎哎哟 哎哟 哎哟 不离 这就干好事 好好同学许会 把你搞成这样 你一个公司想职员 拿什么来养叶熙 自补量力 我警告你 能给表姐带来幸福的 已经倒地了 顾离 你好狠毒啊 你今天敢打大城的人 是不是明天 你就敢打我妹妹叶熙 你这样 我怎么放心 把我妹妹交给你 幸亏没交到你手上 顾离 我命令你 马上去给大城道歉 离开叶熙 否则我让你永远离开 故事集团 没有立足之地 行吧 我被顾时集团辞退了 你怎么那么窩囊啊 去跟他打呀 跟他决斗啊 把我的面子给我找回来 顾离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为人莫做亏心事 许头三尺有神女 本来不想出此下策 但是你一再挑战我的底线 要怪就只能怪你自己太愚蠢了 就是啊 我做这些都不是你苏恿的 整天封闭不证还真有千人 真的可以了吧 好的人都不给我过 牛就过穷人了吧 都不这样 你自己没有本事 当个小货经理 约谁啊 约我嘛 我花你两个仲钱 怎么了 我还不是为了给你一张脸 我实话告诉你 不给我花钱 外面有的是难得给我花钱 穷光蛋的日子 没有人跟你一起过 谁不花钱 还有谁 我为了你把犯法人都做了 把苏恬还给我 你 叶希论样貌论智商论学识论财富论地位 我从小到大都比你强千倍百倍 可是为什么 可是为什么论幸福 我总也比不过傻乎乎的你 姐多累啊 吃点喝点啊 今天这菜挺用的 不吃浪费 叶希 你少喝点 这酒后劲大 好了 仿佛又回到了六十年前 倾着相爱人的手 多过一条空无一人的大街上 那个时候啊 感觉空气都是甜的 哈哈哈哈哈 听说啊 六十年一个轮回 我们的晚辈们遇到此情此景啊 是不是也会想他们六十年以后的样子啊 孩子们的事情我没意见 我很喜欢希希 真诚善良 至于咱俩的事啊 等我回到京城安顿好 你接过来 还有你的家人 大家见个面聚一聚 好不好 谁也没有想到 咱们两家的缘分会如此的巧妙 顾总 时间不早了 送金千里争取一别 保重 噓 噓 不离子声音 快快快 上池 躲躲 嗯 嗯 这里怎么这么多摊 这 司机不会都睡在车里了吧 这车厢密不透风 会憋死人的呀 你快下 哎 有人吗 别在这里睡觉啊 哎 有没有人啊 小贝 开车 哎 这酒劲是太大了吧 这车不住我爷爷的车吗 到底想吃鱼毛 卖行吗 吃过顿大鹅 你是不是喜欢我啊 我就是帮你捋捋头发 我怕躺你脸不舒服 我帮你 别害怕 小宝贝 结婚对你负责的 今天这大鹅 怎么味不顿 因为我把老板 气得住院了 公司没人管 干脆就放假了 其实也不是因为我住的院 是他老婆把他打住院了 哎 这大过年的 那两口子为啥干账啊 因为我呗 第三者 小三 不会不会不会 我女儿怎么会当小三呢 她真的找个男破都费劲 爸 她真是我活爹 那是因为啥呀 还不是因为那个老邓 给我灌鸡汤的时候 我顺便给她上了点眼药 果然是女众豪杰 这算啥 姐的英雄事迹多了去了 什么给客户茶杯里吐吐吗 给老板鞋子里塞涂钉 还有偷走了高管上厕所的纸 烧过寒暑假作业 炸过厕所 给我们小区的狗喂过辣椒 我跟你讲 现在小区的狗看到我都绕着走 这些事你要是想听 以后我都能一个一个地讲给你 我不要从你的租金里面扣哦 什么租金 那边天啊 我看我们去那边玩 这俩小孩子 还挺能玩到一块去的 这和文刀啊 拼有为财 不是一家人 进不了一家门 大早上的不睡觉 来干嘛呀 还不时来看看奶奶男朋友 到底是谁 我发现你关心我奶男朋友 比关心我都多 咋的 对方工资比我高呀 我说公主 能够小点伤 别被发现了 可以 但是有代价 这还财 老马 这红服什么意思呀 怎么还比我着轻呀 我跟老爷 老玩和 老和啊 都知道了 你带队参加这个逾选战 主要是想在我们四个骨干 那个老头当中 选个跳舞最好的 当老伴 你打给哪儿这是 您哪 让我们大早上起来来跳舞 尽头啊 就是足 我跟您说 咋从今天开始啊 我啊 真正的才明白 这学舞蹈啊 他的意义啊 就是比武招勤 钢弹舞的舞姿怎么样 那个老头啊 他根本就不是个儿 谁告诉你 这我要比武招勤啊 这还用说呀 我这十几年的侦察兵 可没白干 金牌 黑色大奔 S680 没错吧 个儿高高的 穿剑托容大衣 歪歪静静的 初二来的 在公园见着面 你说这老头啊 记这么清楚啊 你以为他是来 联系咱们跳舞的呀 那绝对啊 咱们要打这个措手不尽 我可不能看得你 被人家硬走了 咋的 还不舍得我走啊 那可不是咋的 咱们啊 是多少年的老街坊 老邻居 还有好多你的狼学 老同事 他们大家啊 都不舍得你走 不应该啊 炸弹 你发现我奶男朋友 是谁了 这不就得了 撤吧 我都快饿死了 妈 我表姐他们呢 表姐他们说啊 京城有事 连夜给你回去了 哦 西西 你跟顾黎今天 没什么安排吧 下午我给你爸爸 准备 跟你们一起谈一谈 你们在恋爱 结婚的事情 你们也都老大不小的了 我跟你爸 也都很喜欢顾黎 我们有事 你们有什么事 看病 撒个谎都撒不云 今天什么事都没他重要 你们俩今天哪都别去 就在家待着 把事说清楚 喂大成 叶希 你不要以为 那天晚上的事 就这么过去了 今天我爸妈 请你们过来吃饭 主要就是商量一下 咱们俩结婚的事 作为同学 我有情提示一下 如果你们家 还想在东城 继续安稳地 活下去 住下去的话 最好不要生云 大成 你们家家宴吃什么菜 关你屁事 对你来说就是散伙饭 吃完了 赶紧很大 你们家有三千路人羹 和白松干马哈鱼吗 没有放心吧 我们家什么东西都有 不管是天上飞的 海里游的 都能够满足你这个 小小屌丝的愿望 不是 是叶熙喜欢 以后啊 我天天做给叶熙吃 没规矩 这种事情 应该让你们父母一起来 商量这件事 亲爱的 过了 商量什么呀 是告知 咱们江家的决定 还有谁敢反抗吗 在整个东城市 恐怕都得给自己个面子吧 叶熙 能够问吗 服务员 来点甜点 这种条件的地方 不可能有这种服务吧 这可是东城市 最高级的别墅区 住在这里的人 非富即贵 论学识 论文化素养 这可都是东城市的翘楚 我们江家人 也是付出了几代的努力 才能住在这里 按照你的意思来说 只要能住在这里 就是有文化 有素质 有涵养的人了 当然了 那如果我以后 也住在这里 是不是也能成为 有文化素质 和涵养的人了 下笔子头才当条狗 还有机会在这儿看门 这儿两百万 拿钱滚 我买到了买到了 我买到这里房子了 我可以和阿姨您 坐邻居了 你买了什么房子呀 我在这个公司上买的 只花了一块钱 他就把天字一号院 卖给我了 你说的是 天字一号别墅啊 那可是 那是上风上水 充满帝王之气的祥瑞之地 一块钱想买那儿 三个亿你都买不到 但我确实买到了呀 胡说八道 这个别墅 是会员军十米购买的 根本不可能在网上购买 更别说 这是人人都想得到的 天字一号院 你是在哪儿上的垃圾网站 甭管网站拉不拉机 这邻居啊 咱们肯定是当定了 走 看房子去了 恐怕你走不了了 你们想干什么 杀了你 顾黎 动手吧 上次你打宝爷不是也挺厉害的 我早上没吃饭 送空饿肚子也没招了 顾黎 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 我要灭了你 给我杀 你看听出来在动手 好了 你把他怎么回事啊 你们什么素质啊 你们打错人了 你们打的是我 老子打的就是你 到他手里拿的是什么徽章吗 打住我们杀手组队 最高等级的盟友徽章 剑子徽章如见亲人 打你 老子没宰了你 就已经违反总统的决定了 我爷爷送我这个徽章小摆件 但是他挺管用 信号没扔 朱珊姨 谢谢你们的扔心款待 时候也不早了 我便先回去了 不行 那是我让你和叶熙的分手费 不能打 我跟叶熙说分手了呀 可是他不跟我分 我也没招 两百万下当了 这是什么情况啊 这是什么世道啊 朗朗天坤啊 还有没有王八啊 年也过完了 回去后 我那五千块钱租金 什么时候给我 知道了 你路上输了八百分 咱们 那我问一下 咱们以后还能联系吗 事都办完了 还联系什么 一拍两散呗 我是说如果啊 就是以后 咱们一起吃个饭 捋个油之类的 你愿意一起去吗 我买单的那种 你笑什么 你倒是说话 你什么眼神 我这都已经默许了 我 怎么 我那黑心的老板 竟然扣我工资 还故意恶心我 发了二百五十块 林老板 为什么要扣我工资 你要是不想再进医院 最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 迟到早退 无故矿工 污蔑老板 业绩不合格 绩效不达标 这些理由够了吗 你放屁 我上个月的考勤 明明是没有问题的 你根本就是公报私仇 捏造事实 我要去告你 那你去啊 你知道你年前搞了那么一出吗 给公司造成多少钱损失吗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既然你这么想吃官司 那我就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你等着 需要我帮忙吗 我自己能搞定 再说了 一个保安能帮什么吗 难道是召集另外一群保安 去揍他不成 我再也不干了 我错了 我再也不干了 倒也不是不行 喂 顾理 是有什么东西落你车上了吗 什么 爷爷逼婚 是爷爷以死相逼 让我赶紧结婚 我想来想去 还是觉得你最合适 要不然我们就珍惜假作 骗过我爷爷就行 我这边的情况跟你也差不多 爸妈天天催婚 非要去看看你家里的真实情况 还有你工作的环境 咱们也算一对苦年鸳鸯 还是大龄的 以后又是一个战壕里的革命统治了 宇州震荡 风雷击 四海之内接兄弟 成交 成交 爷爷 爷爷好 不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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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不好意思 我接个电话啊 好好好 叶熙平时是个非常有雅的淑女 说话都满成细语的 你看她接电话都怕吵到大家 你这个老邓 不为我们免费加班 还不给我们上社保 人渣 说实话 她真是你的女朋友 声音太大 也砸了 你们还有多少秘密瞒着我 爷爷 其实我 敢欺负我的孙儿媳妇 休想 老头子我最不喜欢天天担着女孩子 这孙媳妇我认定了 孩子 你在哪高救啊 我工作很普通 就是一个小职员 普通好啊 反正咱们顾家养了起 以后不跟上班没关系 原来顾黎的店就是祖传的 你平时啊 对比什么爱好啊 我会做饭 顾黎啊 也老大不小了 这么些年 也没见过她带个姑娘进过家门 你们俩要是再挑三拣四的 你错过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我还能不能活着包上重村 也行啊 全指望你了 这也太突然了吧 隔日不如正日啊 就今天把户户本我都给带来了 谁家见面还带户户本啊 叔叔阿姨已经把户户本给我了 我怎么有一种被人卖了的感觉 天时地利人和 你们俩真是天生的一对 我知道你现在不愿意结婚 但是为了我爷爷从现在开始 我供你送我的后面夫妻 没问题吧 谁说我不想和你结婚 老婆辛苦了 跟我来 你想什么啊 放心吧 虽然你现在只是一个小保安 但是姐不会嫌弃你的 我答应你的事情一定做到 但不要以后姐养你 请支付宝付款 嗯 先不要了吧 我突然想起来 我最近减肥 奶茶什么的都不能喝 反正你也不喜欢什么 走吧走吧 还是我来养你吧 我跟你说 就是这个狗资本家拖欠我工资 不然我也不至于像现在怎么穷 对 他亏欠了你太多了 老板 为什么我的工资只有二百五 你缺到早退 无辜矿工 污蔑老板 业绩不合格 基础不达标 综合下来就是这么多 我要看我的考勤表 你又一位 就出值呗 资本家 哎呀老婆 我再忙两天 等我放假了 带你们去山下玩 睡啊睡啊 哎呀老公 人家怀孕了 果然是狗改不了吃屎 上次还骗我说 跟这个死狐狸精没关系 这回你死定了 又在胡说八道什么 告诉我 我的工资到底怎么回事 出来打工嘛 就是要把公司当成自己家 你在家帮家长干个点活啊 还有钱吗 叶希 你要干吗 你不是要把公司当家吗 我从家里拿点东西怎么了 你想不想干了 不干就不干 你这种老板 谁稀罕 拖欠工资 无故开除 都违反了劳动派 你可以保持沉默 但是你接下来所说的每一句话 都会成为成堂政控 你又是什么东西 敢在我的地边撒野 我是叶希的律师 这次演得还挺像 瞧好吧你 这才多少钱 没有必要吧 既然没几个钱 你倒是给我呀 你再上点班 做个种事我一起给你 你就是不想给我 我告诉你 不管多少钱 都是我辛辛苦苦的血汗钱 一分都不能少 你们都不用上班了吗 你们老板平时有什么亏待你们的地方 尽管说出来 今天本律师在这为你们主持公道 滚滚滚 看吧 我就说你长得不靠谱 都没有人信你 大姐 你搞清楚状况 我现在是在帮你啊 你们两个是不是没唱词啊 要不要给你点时间再好好对对 你们这年纪的年轻人什么都不会 就知道吓唬人 也许我还不知道吗 城市不足 办事有余 要是他有什么靠谱的朋友 我林处男 亲自给侦查倒水 这可是你说的 想不想看 想看想看 日子不要脸的东西 打得越来越肥了 竟敢背着我杨小丝儿 老婆你听我解释 都是个贱人 他事情害我 他人还跳公司的 就是你这个贱玩意是吧 我打死你 我的律师在这 你敢动我一下试试 我打小丝儿天经地义 一天老子在这也没用 你这个死鬼 你看不见你老婆被欺负了呀 你就不能快点来帮忙 哪有人能支持这个穆老虎了 老婆 不是我不喜欢讯息 实在是能力有限的 你这老公可真不吃个东西 我都有点可怜你了 都怪你这个狐狸精 勇洋生没爹娇的缺德瓦硬 专门破坏人家庭 小伙子 你可别被这种贱人给骗了 你这个泼妇 你不看看你老公什么德性 有捅粗没捅高的 我怎么可能看上他 也就是你 亡不丑利都对上眼了 这丫头 这丫头 别的不行 骂人倒是挺残堂的 你把嘴巴放干净点 不就是欠你几千万钱吗 既然你们两个这么欺负人 那咱们就拿出点真本事来 把有人闹事 把这两个闹事的给我抓起来 送到警察局 全都交给你了 我的大律师 给我我死里的 他 好样的真厉害 还不快滚 你们他想不想干了 我们要紧 黑社会啊 打人了 是你们先动的手 我只是正当防卫 证据可都在的 你可不要血口喷人啊 你 律师最讲的证据 快把我老婆的钱还给他 我还还不行啊 赶紧 重新合算议息的工资 全都打给他 现在你们可以走了吧 他要是能有什么靠谱的朋友 我林楚南 亲自给他端茶倒水 快点啊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好好好 我错了 对不起 叶希 我跟你去皮茶行吗 不用了 我原谅你 你们现在可以走了吧 这个狗资本家 经常使坏欺压下属 动不动 还让我们女员工去色游客户 我得给他点教训 这个简单 城东有一家白马会所 要是夫人喜欢 我就把他送过去体验一下 可是就他这副尊容 能卖得上价吗 放心 我来安排 何歹共事一场 总是不能这么去吧 老公 大家可不能没有你啊 男子汉大丈夫 不要这么矫情嘛 出去让人摸摸怎么啦 又不会怀孕 你平时不是教导我们 当领导就是要以身作则 对吧 搞定 顾瑜 你今天也太帅了 比我这样的老公不亏吧 我一定是走了大运 捡到了宝 才遇到了你 没错 我一定是要转运了 脏东西 你的手怎么受伤了 没事 我不疼 我去给你买点药吧 只是一个擦伤 有这个必要吗 既然受伤了 你就好好养着 以后家里的活 全都交给我 你 真的可以啊 放心 等着 我去做营养餐 给你好好补一补 尝尝尝 这就是你做的 你不是爱吃青菜吗 特意给你炒的菜花 这不是一堆碳块吗 你别看他样子丑 味道其实还可以 不信你看啊 这就是你跟我爷爷说的 屎不擦都会做 怎么办 我好像一点做饭的天赋 都没有 做我的夫人 不需要有家屋的天赋 撒嘴真甜 要是真的就好了 你要是想成为真的 他就能成为真的 你演技这么好 怎么不去当演员啊 听说现在演员正的 比保安可强多了 叶熙是不是对浪漫过敏啊 哇 熙熙 爸妈 你们怎么来了 爸妈 你们怎么来了 这沙发长得没有被子 你们不在一起睡吗 没有没有 这是我们白天午睡时候用的 我过去收拾手上 不用 我们俩正好睡沙发 你们回房间睡 我们家太小了 叔叔阿姨 我给你们盯个酒店吧 不用不用不用 睡酒店不习惯 咱这臭口凉酒就行了 看不出来吗 他俩是铁了心用来看咱俩的 赶不走 你不会又把我穿地上吧 放心吧 我又不是那么暴力的人 不是很相信你 要不然我还是睡地上好吧 哎 哎 哎 我说我不是故意的 你信吗 我看你就是缠我身子了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 那你倒是把手从我胸上拿开啊 哎 天太晚了 小两口注意身体啊 我妈在想什么 孤男寡女 干柴烈火 她还能想什么 我警告你啊 我警告你啊 我们现在可还是合约关系 你再大大声 全世界都听到了 你还挺纯情嘛 心窍声音很大 是 心大声音 哎 你还是睡地上吧 哎呀 昨晚上累坏了吧 给你们做的生蚝肉 韭菜盒子小肉串 都是补肾的 大早上吃这么多 能消化吗 这咋不消化呢 这都是养身体的 看到你俩都好好的 我和你妈也踏实了 这两天我们就回去了 小顾啊 尤其是你 看起来柔柔弱弱的 得好好补补补 你们俩争起早日 给我生个大胖孙子 妈 我们先去上班了 这个公司倒闭了 你是回不去了 那接下来打算怎么 你脸红的样子还挺好看的 谢谢啊 咱俩之间还客气是吗 这不是我那穷酸前人故离吗 表姐 张嘴就交接 你脑子进水了 跟我分开之后 你只能跟这种货色在一起啊 是不是你混得不好 没脸见过呀 看什么看没见过女人呢 我明白了 她就是你的前任女友 哎呀她就没追上过我好吧 不行 我得帮她把场子找回来 我不管你们以前是什么关系 现在我是她老婆 过了这么多年 你真的是越混越差了 所以也只能跟这种 没脑子的女人在一起 真是多亏了当年 我没有跟你在一起啊 我当年是眼瞎了才看着你 那我真的是谢谢你啊 当年要是我真的跟你在一起了 只怕现在连一口饭都还吃不上 瞧瞧你们这浑身夹在一起 还没我一双拖鞋 个穷酸样 真是可怜 你怎么说话呢 要不是看你是个女的 信不信我抽你 我这张脸呢可是贵得要命 只怕你有胆子打没钱赔呀 我先生周末在地好酒店 举办同学会 要是有空的话 欢迎过来改善果实 不去 我去 放心会给你长脸的 你这同学都是富豪呀 嗯 那你怎么不早说 你答应的太爽快 也没给我机会啊 我不是想着帮你找回场子吗 总不能眼睁睁地看他在那欺负你 是不是 好了别担心了 衣服什么的我来搞定 可别再是什么军打衣了 你们知道我昨天跑步遇到谁了吗 谁呀谁呀 顾林 这是咱们班最穷那小子啊 当年上学的时候 他可是全班的瘦气包啊 他肯定不敢来吧 露露 那穷小子当初追了你好久吧 他还真以为能追上你呢 他呀 到现在都还不知道 当年我送他的那包饼干呀 其实是真心话大冒险书了 那那熊小子还真以为能追上我们女神露露呢 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 你们聊什么呢 这么开心 诚子你来了 我们聊同学呢 露露这是你老公吗 这不是珠宝界的巨头 年纪轻轻 就当了总裁的江大成 江总吗 江总真是一表人才 气语不凡 九样大名 只有江总这样的大人物 才配得上露露这样的绝世美人 今天晚上 大家敞开吃敞开喝 都算我账上 谢谢江总 这顾林怎么还没来啊 该不会是怕了吧 你说谁 你投资的群人怎么样 给我期盼 真好 顾总感谢您投资我的家乡 这也是娘发的 那可不是 我为了这次华丽登场 信价在摔袋里好几张帽子 先生这是您的保时捷钥匙 保时捷钥匙 你不是说顾林还是很穷吗 什么保时捷钥匙 指不定是在哪儿租的呢 穷鬼 张岔 百密疏 对不起 我让你更加丢银呢 没事 那儿 你有这份孝心就够了 你这衣服是假的吧 这可是今年春季的秀款 根本就没上市呢 百密一出 家里衣服都是直接找设计师做的 根本没上市啊 你这衣服连标签都没有 该不会是自己在家扯的窗帘布做的吧 哈哈哈哈 库里 我看得出来 你为了不丢人 真的下了很大的功夫 只是可惜啊 泥菩萨擦筋粉 怎么装都不行 我知道你穷 这不可怕 但是穷 还要装十三 那就太不愤了 江大城 你怎么在这儿 不可以吗 我现在可是江氏集团的总裁 我知道你有点能耐 一个小时就可以收购环球中心 但是我现在身份不比你差 比赛跑了就行 顾业 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是我现在的男朋友 江氏集团唯一的继承人 如果他再嚣张一点 很快就又不是了 你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你还敢威胁我 在这儿没人敢跟老子这么说话 君子动口不动手 我劝你冷静一点 不给你点颜色瞧瞧 你还真不知道自己姓什么 还没过年呢 行这么大的脸啊 就你这两下子 还要来硬的 劝你早点回家算了 不吃天高地厚的东西 你们俩死定了 我们死定了顾丽 我好害怕呀 别怕 留我在呢 叶熙 你还不赶紧把这个狗东西 给我带出去 这是高档场所 不欢迎这种货色 不要占了自己有几个臭钱 就可以随便践踏别人的尊严 不不不不不 你居然敢打他 是谁给我的用情 天塌下来 我给你点了 哎呦妈呀 都打红了 同学们 谁帮露露出这口恶气 我就送来一套房子 失去租动了 完了完了 这么多人肯定打不过 等会儿我把他们引开 你先走 我孤立还不至于轮落到 让一个女人来跑 自己家的店 熟人太多 不好当初 这里可是故事集团的店 我想你们谁都不愿意得罪故事吧 对呀 要是得罪了顾家 咱们都别混了 幸亏顾黎提醒 要不然 岂不是被这江大成给坑了 江大成 我想你也不会砸了自己的饭碗吧 你不要拿故事来压我 打 打坏了算我的 不如我们来玩个游戏 要是我们赢了 你给我们道歉 要是我们输了 我给你们道歉 什么游戏 情侣游戏 比一比那一对情侣更有默契 好 我相信我跟大成有足够的默契 我好像跟他不是很熟 游戏一共分三轮 为了公民起见 由同学们来出题和当裁判 我宣布 我宣布第二局你话我猜 蒋大成林陆陆队 获胜 第一局猜迷雨 你们是赖赢的 这接下来啊 同心果游戏 我们一定能赢 你们就等着道歉吧 吃东西 这可是我的舒适区 放心 我们一定能赢 计时开始 在规定的时间内 哪队先将苹果咬出心形 即可获胜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时间不多了 快加油 时间呢 我宣布第三局 不离夜戏队获胜 我们赢了 不可能 我们怎么可能会输呢 很意外 还有更意外的 他早就跟别人结婚了 他早就跟别人结婚了 你可别瞎说啊 你可别瞎说啊 他们胡说八道 没这种事 你听我解释啊 这是他们的结婚登记资料 你当年看不上我的感情 现在却做了别人的小三 原来这就是你的真爱啊 当年高隆的女神 竟然是这样的人 你可真是配不上 顾丽对你的感情 我 没有 你别信啊 江大成 露露 露露 顾丽你给我等着 我待会再找你算账 哎 别走啊 还有个好笑我就告诉你 按手机 什么 顾氏集团取消了跟江志军所有的合作 你到底是谁啊 顾氏姓顾 我姓什么 难道你是 嘘 别猜 赶紧走吧 哎 好走不送 真是一场 酣畅淋漓的社交 多亏了有你才能赢 这蒋大成佐谁买的啊 这个局本来就是林露露传的 他俩不会要投单吧 他想吃吗 不想吃 这个怎么办啊 也没什么心情 他们订的都是最低档次的 不好吃也正常 要不我让厨师再给你做一份 你还认识这儿的厨师 之前跟顾家的厨师打过交道 这点交情还是有了 你还真是顾家的保安呢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是顾家的主人呢 怎么可能 我要是顾家的主人 他们之前不能这样欺负我 大家等会儿放心吃喝 买单的事包在我身上 你好 这是本店最高贵格的四方菜 请享用 以前真误会他们 没想到 顾黎这小子 找了个这么有钱的老婆 原来这才是有钱人家的大小姐 平时这么低调 还真是看不出来呢 哎 你们晚上消费了四五万零两百 给十五万就行 在座的各位先生 谁结账啊 买的 啊 啊 这人呢 这去哪儿啊 哎呀我们被骗了 顾黎就是个穷鬼 我看了那个菜单 跪得要死 今天就当帮你报仇了 开心吗 开心 这燕小姐 只有两把刷子 从来没见少爷这么开心的 不是吧 怎么这么倒霉 果然是你 贱人 落我手上 看不上你脱层屁 我总 我总 哎等一下 昨天的事啊 还是要谢谢你 帮我认清了渣男的真命 不用客气 姐妹之间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既然你是找工作呀 到了这儿 所以算你过来 我现在就去给你安排公位 啊 还有这好事 正好我们最近有一个合约 挺麻烦的 但是我觉得很适合你 如果你能搞定的话 实习期 我算你直接过 嗯 我试试 万事俱备 就等美人上门了 你好 是刘总吗 哎来来来来 快坐快坐 来来来来 我是天悦公司的实习生叶希 公司派我来跟你对接一下业务 好 不是吧 怎么这么倒霉 嗯 哎呀真是巧了 我也有事情就要跟您吵 来先喝杯酒暖暖身子 嗯 来 要这个本姑娘可是谦卑不醉 嗯 嗯 爹 我都不想干活 要是 不能干活 哎 想做人 我都不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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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谁指使你的 你别总动是林露露 他会今晚送给你过来的 说了 本来不想跟你记得 但你非要抬我的勒息 我别怪我贼 你昨晚对我做了什么 我还想问你呢 不可能不可能 我不是这样的人 年轻人火力旺 更何况我是你老公 整个人都是你呢 也对啊 老婆 你以后可要对我负责哟 那你以后就是姐的人了 想吃什么 不行 你带我来吧 会不会有什么费现呢 我听老婆的 这么多人看你什么 我们可是合法夫妻啊 怎么这么粘人 告诉你啊 我不喜欢太粘人的 那这样可以 什么话 谢谢 林露露和刘总 我已经把他们送你去吃牢饭了 放心 以后谁要是再敢欺负你 我一定不会让过他们 真贴心 我怎么感觉遇到你之后 整个世界都变得美好了 爷爷 不离叶熙 你们也在这儿吃饭了 我小时候你不经常带我来吃这家菜吗 我今天也带叶熙过来尝尝本地菜 好好好 吃完饭你带着叶熙 梦梦都说啊 我先走一步 爷爷 你不是刚来吗 一进门我就想起了 公司还有事呢 我先走一步啊 你不是说那家店很好吃吗 怎么不进去啊 不离叶熙在里边 咱们还是赶快走吧 咱们俩就这样躲躲藏藏的 他也不是个办法呀 喂 哎 奶奶您在哪呢 啊我我我 我我在老家呢 怎么了 刚才露过商场 看着京城最近有一个时尚秀 好多大牌都在 你要不要来看 你最喜欢的时尚设计师 艾文也在 你这孩子还记得这么多呢 有心了你 奶奶 还有开场嘉宾 是你最喜欢的编舞师 苏小梦 既不可适 时不再来 好好好 那我安排一下啊 艾文和苏小梦是你喜欢的 要不借这个机会啊 你来京城 省得被他们撞见 尴尬 怎么这么巧 这两个人 不是一个领域的 怎么会同时在一个活动上啊 你喜欢就好 老话说的好 有钱能是鬼推磨 何况是人 比你现在这个经济状况 还简单的看戏啊 艾文是奶奶最喜欢的设计师 一直很想见 机会难得嘛 我也不想让奶奶有什么遗憾 没想到我老婆这么孝顺啊 那钱的问题 可以之后再想 关键是怎么搞得能造 那要不 你把简历发给故事集团 这次的主办公司 是故事集团做的 说不定他们有那不明文 哦 以我的简历 怎么可能进故事集团那种前几名的大公司 那要不你把你的简历发给我 我给你热心热心 搞定了 哎 顾黎 没想到你一个小保安竟然还有这种本事 之前上大学教作业要用 就学了一点 你在哪个大学 鸭勒 你能说中文吗 鸭勒学院 没听过 是个中专 没听说过也正常 我要是名牌毕业的话 也不至于当保安 你说是不是 哦 也对 哎 你看 你简历通过了 这么快 也不知道故事集团这种大公司 有没有加班费啊 你的关注点好奇怪啊 谁家好公司人是这个点还上班 可能他们着急订人 不愧是大公司 面试都不一样 叶熙是吧 我看以前的工作全是在小公司 大学也是个野鸡大学 是谁给你的勇气来故事集团面试 我可以说是顾黎吗 投敌故事的简历 可没有国际排名二十以下的 说话啊 我们的时间可是很宝贵的 故事集团工资高 待遇好 上升空间大 谁不想来 你倒是实诚 每天投递故事简历 多达两万份 尤其是你宣请的活动策划稿 竞争这么低劣 你觉得 你凭什么可以胜任呢 故事集团可不是什么垃圾货色 就能进的 故事有什么了不起 还说是什么国际化的大公司 员工的素质也不过如此 Boss 什么态度 你不要人就不要人 用人家简历做什么 简历还是顾离辛辛苦苦熬夜做出来 这么点小事就受不了了 我看你根本就不适合在职场工作 不如趁早找个男人架子去想清湖吧 我吃饭的问题不用你操心 你知不知道 只要故事集团一句话 就会在全华业共杀 这么大的公司 心眼却这么小 大门就在那边 你是自己走呢 还是我们赶紧走 贝特助 您怎么来了 这幸好是我来得及时 不然你们几个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你有过舞蹈缩画经历吗 是 我们舞蹈缩画部门正好缺人 明天来上班 可是故事这种企业 仗势欺人 这种工作氛围 和员工素质 但我很失望 我的总裁夫人 您就答应了吗 不然大顾总小顾总那边 我就没法交差了 月星五万 贝特助 他可是新人 你不是我奶奶 我带他去录下人事信息 什么事 不知道 大家都停一下 这是我们新来的同事 大家好 我叫叶希 还请多多关照 我刚听人事部的同事说 这就是贝特助开后门带进来的那个女人 这年头小姑娘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做不到靠男人 我听说她学历特别低 这长相 贝特助看到她什么了呀 谁知道呢 大家都是同事 以后好好相处 刘姐 搭她去熟悉一下公司流程 尤其是宏东策划 贝特助好像特别重视她的样子 贝特助一向不记女色 谁懂啊 最讨厌这种走后门进来的人了 当我们故事是什么呀 垃圾场呢 什么人都熟 说出去也不怕人笑话 一个特助而已 还真把自己当老板 大家好 请问有没有工作群 可以拉我一下 他们这是瞧不起我吗 这是公司近三年的活动策划案 你先学习一下吧 这么多 既然被特助交代了 要特别照顾你 我们当然要把家底都搬出来了 这只是十分之一罢了 这些呢 都是刘姐的意思 是希望你啊 三天内把他们都看完 并且啊 整理出一份完整的资料 回来了 快来尝尝 我给你做的你最爱吃的菜 清楚你第一天上班 不想吃 没胃口 怎么 进了故事还不满意啊 没空 我要看资料 这么夸张 第一天上班就这么多资料要看啊 资料也就算了 我觉得他们都不喜欢我 我一说话就冷唱 我也不会使你多想啊 也许他们跟你不熟呢 你当我是傻子嘛 那这样吧 我给你准备点礼物 你明天带我去送给他们 晚会一下关系 昨天比较仓促 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点见面礼 见证有份哈 这是你们的 这么朴素的袋子 那有什么好东西 你也不看看他那球酸样 肯定都是不值钱的地摊货 火都不吸的样 又怕伤了他自尊心 那真善良 你什么意思 不想要就直说 瞅他那球酸样 妖鱼的手表 价值两三万 什么两三万 我的是珍珠项链 想不到你出手这么大方 我昨天对你说话 确实大声了点 我向你道歉 这就是传说中的 有钱能使鬼推磨 叶喜 以后有什么问题啊 你随时找我 有什么好东西呢 你也想着点我 这些东西 应该不会是假的吧 要是被他们发现 可就糟了 叶喜 以后呢 我们就是好姐妹了 有什么不懂的 随时问我 发现了再说吧 反正 现在这种感觉挺好的 那让一新同事 想和我怎么样了 等我等我 贝特主 你见多识广 帮我看看这块手链 是不是真的 我可真是下雪辈 让我看看 应该是真的 我都说了 叶喜是一个 很好相处的人 你这么说 我就放心了 刘姐 这是专门为你准备的 这RV的包 我之前一直想买 都没有排到 你是怎么买到的 我也不知道 我是怎么买到的 这也不是我买的 这是我老公为我准备的 我也不知道 那你老公一定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吧 这个顾临 指定是偷了公司的东西 我得回去倾听的 你送我的礼物 我都很喜欢 那你的表情怎么一点 布丽 你老实告诉我 那些东西到底是怎么来的 糟了 要被发现了吗 他们说都是真品 一个个都好几万 可去拟着保安 怎么拿得出那么贵的东西 想到你跟我说 故事集团的仓库 还有很多存货 可以带我去拿 坚守出道的事 咱们可不能干 还好 原来只是担心我 要真是偷的 我就算去求他们 都会要回来 绝对不会连累你为我坐牢 你放心 都是高法 他们也不动动脑子 刚上班第一天的同事 怎么可能送他们 几万块东西呢 你今天找我出了 就是因为这个 我主要是为了感谢 你给我介绍的路子 上次说的活动 已经答应让我进组协助了 我打算先接奶奶过来 你好 欢迎您 奶奶 你真的要住酒店吗 是啊 我睡觉前 没法给你们小年轻的急 叶希 姑爹 这位美丽的女士是谁呀 爷爷 给您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奶奶 谢孟宇 初次见面啊 多多关照 你好 听说你们是本地人啊 那以后有时间 还得劳烦老先生 带我们多逛逛 可以啊 择日不日壮日 今天我就带你去吃点逛逛 啊 请 你爷爷就这么把我奶奶拐走了 你也不管管 大人的事情小孩们不好管 我怎么感觉他们俩早就认识呢 我也觉得 你小子说话小心点 可别暴露了我的身份 样样 你也是 到底要怎么样跟叶希开口啊 今天又可以大吃一顿了 信息啊 不堪力 气质非凡 学乎跳舞吧 爷爷 你真有眼光 我奶奶是个退休舞蹈老师 经常现在还在公园教别人跳舞呢 不知道老先生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接着今天这个机会啊 我正式的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姓顾 叫顾峰 以前啊 我是做一些 小骨生意啊 喜欢传统文化 平时没事的时候啊 我就练一练书法 对了 谢女士 和你的中国古典舞 有某些共同之处 难道我编策画的文领是祖传呢 你们俩应该很聊得来呀 当然了 谢女士 你长得这么漂亮 怎么会是单身呢 我先生过世以后 我就忙于工作和照顾孩子 以后就没动过这方面的心思 顾先生 你呢 我也是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我怎么感觉自己不如的相亲局 甚至有一种自己很多鱼的感觉 同感 我去小飞升间 你爷爷 是不是喜欢我奶奶 我看下 难道我奶奶这么受欢迎 可是我奶奶已经有男朋友了 可是我爷爷为了我欣赏了很多 我也希望他们找到属于他自己的幸福 帮打鸳鸯不好吧 不要我担心他们年纪大了 经不起什么狗血故事了 明白 我会拦住他们 他们俩怎么还没回来呢 他们俩在一块不会有事的 孩子不在跟前 我就忍不住又要担心 顾黎是从小跟我长大的 我那会跟你一样 这孩子一离开世界就着急 这么温柔体贴呢 那不能跟你相比 你看你不但照顾好一个家 还把自己照顾得这么好 我有话对你说 奶奶 记得我上次跟你说的时尚秀吗 我现在可是时尚秀的负责人 你要不要跟我去看彩排 爷爷 公司有点事 我还想请教你一下 你算 好好好 奶奶我带你去逛街吧 挑几只和尚的衣服 我现在可是大公司上班了 走走走走 不是 爷爷 你还是早点说出对叶曦奶奶的心思吧 叶曦 也是这一次啊 我们也是为你好 你都这把年纪了 可不能犯错了 先关好你们自己的事吧 这次活动策划能不能成 决定这叶曦 能不能留在公司 干什么呢 这么认真 我在给艾文发信息 可是我英文不太好 网上找的翻译 又觉得都不太靠谱 我以为多大的事呢 连我都不看了 你这什么意思啊 有这么离谱吗 要是你这样给艾文发过去 他以为你要追杀他呢 我来帮你改改吧 护理 你真的只是一个保安吗 还是说 故事集团 对保安的要求都这么高了 呃 那个 现在英文不都普及了吗 都是从小就要学的呀 诶 诶 艾文回复了 他同意了 啊 哈哈 哈哈 顾林 你真的太厉害了 好险 为了表达我对你的感激之情 嗯 明天 我决定去你工作的地方看望你 怎么样 像不像 不能说是一模一样 只能说是毫无关系 我昨晚可是看了一整夜的电影 怎么都不像啊 电影里也不像啊 那你快帮我整理整理啊 以后叶曦来了 我吵吵吵吵吵的 嗯 顾林 回家吃饭了 老婆你来了 站这么本职干嘛 当过兵吗 我也不知道 我就是紧张 为了主好 小顾 好好干 明年替你当保安队长 顾林 你这个保安亭怎么空空荡荡的 什么东西都没有 我有洁癖 哦 我每天都把东西带回家的 你有洁癖还这么脏 顾林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故意瞒着我 没 没有 我这辈子啊 最讨厌别人骗我了 要是被我发现 你有什么事情骗我 我可绝对不原谅你 你看咱们坐在 坐在美方后面 就是这么来的吗 就是咱们可有眼福的 可不 坏了 月薛 你听我解释 你骗我 这不是故意的 你来找我的时候 也没有问我是什么时分 我觉得这些日子 在你面前 我就像个小丑 我还以为自己转运了 长本事了 结果这一切都是你在背后操控的 我就是怕你这样想我 所以我才没有敢告诉你 我真是深恨 所以你都一直不告诉我 其实 我从第一次见到你 我就开始喜欢上你 我真的不能失去你 这种建立在谎言上的感情 都是不真实的 我们到此为止吧 我们能留下的其实都没有 原谅我用特别沧桑的喉咙 假装我很坏酒 假装我很痛 没想到啊 小顾居然是这个身份 奶奶你干什么 你不能喝酒 你能喝 我为什么不能喝呀 我心里堵得慌 我最气的不是故意骗我 而是我发现我喜欢上她 孩子呀 感情这个事情啊 是没法控制的 凭心耳论啊 我觉得小顾这个孩子呀 对你还真是不错 是个值得同富的人 那你呢 那位神秘的男朋友 到底什么时候带给我看 到时候奶奶都出嫁了 我还是等着你 我那位男朋友啊 就是那位顾先生 什么 奶奶一直不知道怎么告诉你 昨天晚上她对我做的一切啊 我真的挺感动的 她确实挺用心的 她已经通过了我的考察 剩下的就是看你了 她过不去心里那刀坎 那相续说说呗 欺骗这种事情 有一次就有无数次 我不想后半辈子都活在对火炎的恐惧中 韩子呀 有些事情啊 你自己决定就好 奶奶不干涉你 雪落 离花开 爱春代 爷爷 什么事这么高兴 谢女士答应我的求婚了 什么 你马上就有亲奶奶了 开不开街啊 你倒是快乐了 你孙子成光棍了 哎呀 吴霖啊 你问问自己的心 你爱叶熙吗 爱啊 这还用说 我跟叶熙在一起的这段时光 是我最快乐的日子 可是 爷爷 什么是爱啊 这爱啊 就像阳光和空气一样 是生命的 必不可闪的东西 一个人啊 无论是多有钱肉吃 只要没有爱 那他的一生 就是一片荒漠啊 爱叶熙 你开心一点 希望你就点出息啊 你也帮你想办法 哪位 叶熙你没开除了 请过来公司 节约下工资和赔偿金 多少钱啊 二十万 二十万 你好 早上接到电话 把喊我过来留钱 雨琪 是我让你来的 你不觉得用这种方法骗我出来 很无耻吗 你把我电话和微信都拉黑了 我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 这些都是我的资产证明 我都愿意给你 我向你保证以后再也不骗你了 等等 雨琪 嫁给我吧 嫁给我吧 李承 李承 下面要请另一队先人 顾黎先生和叶熙女士 嘿嘿 嗯嗯 嗯嗯 奶奶能和你一起出嫁 也算一件奇事 先把照片拍了吧 我们着急去度音乐呢 好 帮我手手牵手 一二三 一二三 穿造幸福的手